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 我都不好意思在家里面待了 老是吃我父母的 住我父母的嘛 我真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那就带着大宝去工地啊 对啊 我想跟他一起去啊 然后他呢 他说我在那边心不良 在工地上灰尘多嘛 不是我孩子 还有就是工地上 像热天的时候 什么文春啊之类的很多 又没什么空调 又知道怎么待嘛 这个后来又有了二宝是吗 后来就怀了二女儿 但是他特别过分 你知道过分成什么样的吗 就是我怀孩子 我跟他打电话 我跟他讲我回孕了 他确实很高兴 然后但是他从来没回来看 我的好子出生 他都没有回来过 我每天晚上不是跟你打电话 或者发视频 我关心你啊 问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了吗 打电话根本就没有用 我一直在家里面干事情 就怀着七八个月了 还在地里面割足场 然后背回来 我那时候我感觉很心酸 我特别需要有个人 陪在我身边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跟怀大宝的时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吧 对 那个是公主 要什么有什么 吃个橘子都有人喂嘴里 现在还需要自己干活 还照顾两个孩子 当时他对我特别好 那时候我想着 当时生了老大嘛 老二的时候有经验嘛 就没有那么累了嘛 你以为我不想回家陪着你啊 陪着孩子啊 你家人在一起多好啊 你回来了吗 没有 生的时候回来了吗 生的时候没回来 为啥不回来呀 因为我当时工地上有很多事嘛 确实放不开 但是我钱已经投进去了 我不可能说就丢了吧 二宝多大的时候回的家呀 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吧 我的天哪 回去住了多久啊 就四五天吧 四五天就又走了 但是他那四五天 什么事情都不干 回来就那里玩手机 我洗衣服 让他晾一下 我要玩游戏啊 别人叫我开黑啊 就是这样 在空地上累了嘛 谁不想休息一下呀 就是因为他这样 好吃懒做在家里面 我爸妈都已经看不惯他了 就是他在家里面 躺着玩游戏 我爸妈就是饭煮好了 也不叫他吃 都是我叫他 你想的太多了吧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吃饭的时候 在桌子上还不是 开开心心的 是我想多了吗 你确定是我想多了吗 你倒好 回来玩几天 然后就跑了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我带着你的两个孩子 在我娘家一直住着耶 跑了 跑回工地躲起来 躲逍遥去了是吧 不是 如果我说不努力挣钱 以后怎么跟孩子 好一点生活 我老儿也睡多了 那从女儿出生 七八个月才回去 住了四五天到现在 你跟女儿在一起 待的时间有多久啊 总共分下来没多长时间 有一个月吗 差不多吧应该 那要孩子有个病什么的 你会回去吗 会回去啊 或是回来了呀 就是有一次孩子 不小心吃了那个 过期的东西 就是食物中毒了 我把他带去医院看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 直接我就打电话 我叫他回来 我说孩子 就是食物中毒了 然后他很担心 他那边就赶紧回来了嘛 然后第二天早上 然后他又走了 你不是不知道 那天晚上 我都是尽量车时间回来的 好好好 工地有那么忙吗 哎呀 你也别蒙我们了 你给这家里 挣回了多少钱吗 理直气壮的甩手大爷 就是做工地那一块嘛 你就直接说 给家里改善了多少 咱的目的 不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才去的吗 这目的完成没完成 没完成 没完成就回家不就得 没完成 有了 有